大家好,S車到,今次就會介紹一架Pirelli車 之前都問到過大家的,你們決定放這條影片 就在這裡 這架就是Pirelli的S內耳,舊版 即是舊版,一個包裝是舊版 即是旁邊,新的那些旁邊是列車照片 現在就只是玩具那張照片,待會拍照 就幾長了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有得決定速度和設定燈 這架是Si 盒子的旁邊就要這樣拍照 這個包裝是舊的,新的那些是列車照片 另外那邊,教你如何安裝舊電 然後那些什麼小朋友不可以用的那些 然後那些什麼膠袋包裝的成份 那就先拿把剪刀解開它 先拿走那個喇叭 然後,拿些膠紙,這裡 看到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剪刀剪刀 就很麻煩 剪了一下 就拿這個出來 什麼料在外面 神經病,掉什麼下來 嘩,先關上去 等一下又不知道跌什麼 神經病 那就是越南製的 不是Main China 應該不會爆炸的 剪 然後 剪 行了 可以出來了 那就是 那就是應該封存了很久的 這間店裡 是 這麼舊的東西 還有可以買 最底的那些新的 挺好 那又有燈 又有速度 好過另外的地鐵 喔,雜電工在車頭 好像A-Train那樣 然後,看看這個East Islet 是怎樣的 希望不要太吵 這家東西 始終它可以調到很快 Main Inflam 越南仔 還有Print Inflam 我覺得應該是泰國做的 這輛列車 咦,不是啊,還是越南 不算 始終手工簡單 那裡面有沒有卡的東西呢 有些什麼警告書 就是 他說 不要放在頭上 那輛列車 免得你 什麼鬼卡住 真的 把你的頭髮捲進去 那輛列車 就 說有些部件 如果破了那些 就有得另外買一些部件回來的 有張球 先搖出來 嗯 待會再搞 好了 拿到一張卡 那便撕了整個盒子 不要管它那麼多 那便把所有垃圾放進去 那便拿好電池 那便 那一塊2A電池 套著那個東西 變成C電池 那大小 列車在這 那便 那便 在袋子裡也看到它幾億 好 好 那便 撕了一條膠紙 拔它出來 如果知道 那條膠紙在哪 那便 那便 剪刀 你在哪 我要你 幫我剪開它 或者剪開它 不用剪刀了 謝謝 那便 我先撕它出來 雖然沒有路軌 讓它走 因為那條路軌 在下面 對 我設定了在下面 那便 或者 待會應該要開一盒燈 那便 那便 車頭先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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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擺 那便 按回去 那便 車頭先 那便 那便 看到它是有 真的 有些東西 裏面 那便 一盒燈 應該 然後車身旁邊 那便 那整個車 從白色為主 有少許亮 的紅色 那便 新幹線很容易弄 一個白色車 加少許亮 紅色 或者一些藍色 有一個East 要用藍色 然後車身 那便 那便 中間卡 喂 卡卡也有雜電工的 我的車頭沒有 車頭沒有 反而車尾有 那便 那便 中間卡又有雜電工 那便 三卡有兩卡都是雜電工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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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這是甚麼來的 廁所掛 然後最後便是車尾了 那便 車尾沒有燈的 車尾黑了 那便 不知道為何不紅色 那便 那便跟車頭差不多 那便跟車頭差不多 咦 行李的位置 沒有窗 不知道 那便是時候跟車頭加電 那便很簡單 螺絲也不用 我喜歡 那便在這裡按它 按它 但是 那便是 怎樣玩的 成分 對 按它應該會解鎖 不過便不夠力 那便 等一下 好 那便兩隻手才開到 那便可以叫一盞燈 一盞燈 那便 一盞燈 那便 電池 那便 先關掉它 等一下 突然衝 向前衝 死定了 那便 那便 幾難 調一下 好 電池設定好 測試一下 好 幸好不要吵 嗯 怎麽算 好 掩上閃光燈 那便發光 好 那便可以開回整光燈了 那便 蓋回車頭 那便透光的 有塊東西 那便翻了 然後 蓋回 很簡單 已經不簡單 那便 一會 行了 那便 有人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 那便在外面 看不到 那便不理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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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上閃光燈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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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需要螺絲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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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手扣是極之困難的 對了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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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是時候下去試車了 那 正式的便 有排的了 始終 現在 應該有什麽時候 是時候開車走走走走 這個是最高速 應該試試中速 這個便是中速 那便會關燈 那便會關燈 那便記得開燈 那便開燈 高速了 那便 中速 那便 那便 第二個方向 讓你轉一下左 現在還是中速了 現在還是 好速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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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好吧 那這次的這輛S62的 East Eye 列車的介紹 就來到這裏了 那便 那便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